通过此书可以了解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跌宕起伏而光芒四射的一生 人人都是历史长河的一个水滴 人人都在参与历史 往往是事情的发展决定了人 但有一部分人却决定了事情的发展 他们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改写了历史 为人类为名的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 比如说汽车领域的福特 物理学领域的爱因斯坦 以及现代传媒业领域的特德特纳 然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本杰明弗兰克林这样的权材 在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弗兰克林简直就是个专题 他什么都会 而且什么都懂 如果今儿有谁又懂物理又懂数学 又时不时的写点漂亮的文章 按照流行的说法 就叫跨界 问题是 弗兰克林把这几个领域玩得是毫不费力 讲白了就是跨界狂人 而今天我们就为您带来弗兰克林的传记 本杰明弗兰克林传 小学的时候上自然课的时候 您肯定听说过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 那极其炫酷的画时代的风筝实验 读了中学之后上历史课 说到美国独立战争 读力宣言的起操者也有一个美国政治家叫弗兰克林 你要是喜欢数学 你肯定也会知道美国还有个数学家也叫弗兰克林 这个世界上怎么同时冒出来这么多人叫弗兰克林啊 其实呢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叫本杰明弗兰克林 仅仅是这几个片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弗兰克林的不凡之处 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少年 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 政治家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 这不是传奇还是什么 美国人对自己祖上那些伟大人物都是非常崇拜的 他们把许多伟大的总统头像都印在了美元钞票上 你比如说华盛顿啊 林肯啊 或者托马斯杰菲逊啊 但是弗兰克林同志们注意啊 他可没有当过美国总统啊 他也和这些总统们在一起 基深美元钞票大头像的行列 而且还是面额最大的一百美元的钞票上 所以呢 现在的他又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 财神爷 想要了解弗兰克林充满传奇的一生吗 好吧 让我们接着往下听 有时候的弗兰克林脑洞有点大 不按常理出牌 本杰明弗兰克林 1705年1月17日生于波士顿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做蜡烛和肥皂的小作坊主 如果你看过梅尔吉普森导演的 反映独立战争的电影爱国者 你就会发现啊 当时很多家庭呢 都是一大家子十几口人 弗兰克林家呢 也是这样的 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挺吓人的 数据啊 什么数据呢 这个弗兰克林他爹 一共生了17个孩子 本杰明弗兰克林 就是最小的那个男孩 虽然父母都是非常普通的手工劳动者 但这并不影响弗兰克林 有个好脑子 天才最基本的一点呢 就是脑子特别好使 弗兰克林就是这样的 很小的时候呢 他就显现出了极强的创造力 比如说游泳 要说呢 他其实游泳呢 还算可以啊 但他还想游得更快点 说个老实话啊 一个细胳膊细腿的小猫孩子 又能游多快呢 是吧 换做是别人的话呢 八成就会去练肌肉啊 纠正姿势啊 什么的 但是咱们这弗兰克林呢 就偏不无 他歪点子呀 非常多 要是他就想啊 人呢 能够像水里的鸭子 青蛙那样游泳 那该多好啊 于是呢 他就给自己设计了一对脚谱 各位 哥您小时候 您能想到这招吗 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啊 弗兰克林的父母呢 也给他规划了一条人生路线 先上学 毕业后 进入教会工作 但是弗兰克林的父亲 很快就发现啊 自己这个最小的儿子呢 看起来他就根本不是个做牧师的料 不少人反映 弗兰克林小时候啊 调皮捣蛋 爬高摩低 上方接瓦 就没有一个人说 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比如饭前要先祷告这个事 弗兰克林就觉得很无聊 哎呀 吃个饭嘛 搞这么多事是吧 哎 还别说 在弗兰克林后来的人生里 他啥都玩的转 唯独没有听说 他在神学方面 有啥见数 虽然弗兰克林 没有循规导具的 走他父母给规划的人生路 但其实他家的状态 也不大可能让他这么读书工作 家里的小孩实在太多了嘛 17个你说是吧 这日子呢 就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结果呢 弗兰克林就连学都上不起了 被迫退学回家 算起来呢 弗兰克林呢 只念了两年的学堂 学了点最基本的写作和算术 10岁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混社会 当起了学徒工 一开始呢 他就跟父亲学做蜡烛 后来呢 跟他的哥哥James 学做印刷 他哥哥创办了新英格兰报 这是波士顿第一家独立的媒体 必须说 弗兰克林做印刷 对于整个美国来说呢 都是一件相当幸运的事 因为在印刷小作坊里呢 他就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类书籍 还能抽空去读读书 如果去做个搬运工 这小子可就真的废了 是吧 自然呢 也就没有后来那个影响美国历史的弗兰克林了 过了几年之后啊 弗兰克林在小作坊里呆烦了 而且他们的哥俩关系呢 也并不算有多好 时不时呢 还有点小摩擦 所以呢 虽然还没成年 弗兰克林就决定 自谋生路了 从梦想仗剑走天涯 创业的梦想就这么飘来又飘走了 1723年 弗兰克林17岁 他搭上了一条前往费城的帆船 自己一个人 创社会去了 费城呢 是座比波士顿更大 更古老的城市 他又许许多多 奇奇怪怪的人 在费城呢 弗兰克林干的就是印刷的老本行啊 弗兰克林的老板叫凯木 说起来这个人呢 也是个怪人啊 非常喜欢毫无边际的瞎扯 说好听点的 就是喜欢哲学式讨论 我们现在管这个叫吹牛啊 但这并不是白费口舌 更是在这个和这个人瞎扯当中呢 弗兰克林就学会了辩论的技巧 这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在后来的人生当中 一半靠笔杆子吃饭 一半靠嘴皮子吃饭 虽然干的是印刷 而且只读过两年小学 但当时弗兰克林最喜欢的 还是写作 可能他还想当个作家啊 自从在印刷厂工作起呢 弗兰克林就趁机看了不少书 并立志要写出自己的作品 这些书里 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 对他影响非常大 说中 提倡的进步和自由的理念呢 成为弗兰克林一生追求的目标 另一部呢 是他的启蒙书了 就是丹尼尔迪弗的工程论 这本书认为呢 男性可以自由接受教育 却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 这是本人到底 弗兰克林常常动笔 以锻炼写作技巧 他经常呢 按照报纸上的标题 来写一篇文章 然后再拿去跟原作相对照 借此提高 越写越多之后呢 他也培养了不少写作技巧 刚才还忘了说啊 事实上呢 弗兰克林独自一人跑到费城 基本上算是离家出走 他给父母呢 就写了一封信 打算解释解释 寻求父母的理解 信的内容呢 写的是温才非然 感人肺腑啊 你想啊 少年离家出走 本身就心怀愧疚 又是热血青春的年纪 写起文章来呢 自然是下笔如有神 万千情感 鼓鼓溜珠彼端呢 对吧 结果你猜怎么着 阴差阳错 他这封信呢 被宾夕法尼亚的总督看到了 总督一看 哎呀这谁呀 他又才华了啊 文章写的这么好 简直是一代俊杰呀 赶紧的 他就亲自给弗兰克林写了封信 说你小子这么有才华 有理想 有报复 还给人打什么工啊 赶紧自己创业 开个自己的印刷厂 只要你创业 我就怎么着怎么着 天花乱智的 许下一堆承诺 弗兰克林受到信后之一看 整个人差点就乐傻叫了 天上掉馅饼 活活砸在自己的头顶啊 总督大人亲自鼓励 又许下承诺 那还费什么话呀 兴冲冲的去伦敦 购置创业用的设备 准备大干一场啊 但是呢 我们这位总督大人呢 确实非常的不靠谱啊 自己说过的话呢 早就丢在了脑后 弗兰克林在伦敦 等啊等啊 也没等到总督大人 承诺过的介绍信和汇款 钱却没剩下几个了 这说明啥 各位年轻的创业朋友 如果你也像弗兰克林 这样遇到了一个天使投资人 承诺没落到实处 如果没有白纸黑字生肖 您哪 还是千万不要盲目乐观 凡事呢 得弄确实了 弄踏实了 好了 这是题外话 咱们的创业好青年 弗兰克林呢 也就被忽悠了啊 但是日子还得过 对不对 弗兰克林呢 在伦敦就找了份 电源的工作 每天都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攒钱回家 他还去兼职 当游泳教练 总而言之呢 被困在伦敦的这段日子呀 可真是走透了哦 花到第一桶金后 搞文学社团 组建民间武装力量 两年之后 弗兰克林的倒霉日子 终于熬到了头啊 找了个机会呢 从伦敦就回到了费城 当然也没别的办法呀 只能继续在喜欢 瞎扯的凯末的印刷厂里 做点事 虽然没有得到 总督大人的资助 弗兰克林创业的梦想 却被点燃了 24岁那年 弗兰克林与人合伙 开了间印刷所 从此呢 走上了小老板之路 我们都知道啊 要创业 就要找准机遇 当年的费城呢 虽说是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 但比起伦敦来说 却是个头老猫儿的地方 连份报纸也没有 是吧 弗兰克林呢 就筹准了这个市场机会 出版了费城的第一份报纸 冰夕法尼亚报 大获成功 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 他的印刷所 后来印刷过书 还印刷过钞票 可谓是五花八门啊 业务线呢 也非常庞大 有了点钱之后呢 他就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了阅读和写作之中去了 别忘了啊 咱们前面说过了 只读过两年说的弗兰克林呢 可是有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哦 1727年 弗兰克林组建了一个 皮维群俱乐部 组织大家伙 共同讨论读书的乐趣 顺便也畅谈人生理想 那个年代呢 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俱乐部 但往往呢都是一群糟老头子们的聚会 弗兰克林这个俱乐部却不在一样 成员呢 都是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年轻人 包括送货员呢 店员呢 生意人呢 或者技工啊 除了读书谈理想 年轻人们也经常聚在一起 谈论一些时事 这个俱乐部啊 对弗兰克林有着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是他的思想源泉 也给了他组织的能力 俱乐部成员一起做了不少公共事业 比如说捐助建立图书馆 为小区警察提供税务服务 组建志愿者救火队 成立学术讨论小组 还有成立了世界名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 很可惜啊 这样的太平日子也没过多久 人们就意识到 北美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安全 面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 1747年 弗兰克林产生了组建志愿军的想法 由志愿者们自己指挥 在他看来呢 宾夕法尼亚殖民政府非常软弱 成立这样一支部队呢 是当务之急 很快呢 这支志愿军就得到了居民们的支持 一万多人打算入伙 但是各位注意了啊 弗兰克林他们要做的 就是民间私自组建武装力量 这个政府再怎么软弱 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民众 你搞出一支什么武装力量 哪怕是想来帮自己的忙 对付法国人和印第安人 当时呢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领主 叫做托马斯佩恩 他轻轻了之后就特别恼火 对着弗兰克林是破狗大骂 就你他妈就是个祸 这笔账号吃早要跟你算 就这么着 弗兰克林租建的志愿军 搞了一年就解散了 虽然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散 解散之后 弗兰克林也懒得管那个佩恩放出去的狠话 直接就转身投入华丽丽的科学研究去了 走上科学探索之路 他从上帝手中投来了雷电 伯拉图说过啊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骨 云云众生中 恐怕没有人的人生 比弗兰克林更深刻的诠释这句格言了 他有强烈的求知欲 好奇心 而且最要命的是 他胆子很大 做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都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因为他最喜欢玩的 是电 而且是天上的闪电 闪电下 flash 电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离不开它 但是这种东西使不好就能要人的命 弗兰克林喜欢上电 还是在1743年 那一次他回到波士顿 看到有人用电做表演 这事就生生的点燃了他的好奇心 那个时候人们还不太了解电是怎么一回事 包括弗兰克林自己 但是这次演出刺激了他 他准备自己动手搞实验了 弗兰克林发现 电流会带来光 他联想到 每次闪电时 也会产生血木的光芒 因此他推断出 闪电不是什么神明的发怒 而是实打实的电 于是弗兰克林设计了一个实验 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让一个人拿着铁棒站在小山顶捕捉闪电 因为铁棒是导体 可以让电流通过 如果闪电打下来穿过铁棒 就可以证明闪电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电 只不过是威力大一些吧 但是问题来了 人体也是导电的 如果有谁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结局不是土葬 就是直接去火葬 你是电 你是光 你是土葬还是火葬 但是弗兰克林脑子一热 给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了 就写了封信 讲述了这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实验 这事很快就炸了锅 很多人就说 你去啊 快去啊 你快去啊 你快去 快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实验 弗兰克林聪明得很 他知道这样干非常危险 再怎么着 也不能让一个大活人 拿着铁棒去接闪电 我又不是闪电侠 他就把人换成了风筝 把铁棒换成了金属钥匙 并把钥匙记载了风筝线上 接下来的事 我们就都很熟悉了 对吧 1752年6月的一天 阴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弗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威廉 带着上面装有一个铜钥匙的风筝 来到了一个空旷地带 弗兰克林高举起风筝 他的儿子则拉着风筝线飞跑 由于风大 风筝很快就被放上了高空 刹那间 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弗兰克林和他的儿子 一道拉着风筝线 父子俩焦急地期待着 此时 哗啥一声 刚好一道闪电 从风筝上掠过 弗兰克林用手 靠近风筝上的钥匙 立即掠过一种恐怖的麻木感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大声地呼喊 威廉恩 我被电击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我捉住天电了 随后 他又将风筝线上的电 引入莱顿瓶中 回到家里以后 弗兰克林用雷电 进行了各种电学实验 证明了天上的雷电 与人工摩擦产生的电 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 弗兰克林从此发现 闪电也就是普通的电罢了 他把这个实验报告寄给了皇家学会 从此 民生大造 光过 您听完这个故事呢 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吧 当时呢 有两位俄国科学家 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他们充分发挥了战斗民族 什么都敢干的精神 复制了弗兰克林的实验 战斗民族的彪悍就在于 他们连风筝都省了啊 直接用大铁棒去迎接闪电 其中一人当场被电致死 许多年之后呢 有耗尸之徒 在实验室里模仿 弗兰克林的实验 当然了 只使用了闪电的 百分之一的能量 他们发现 即便是个迷你版本的闪电 如果弗兰克林用手去触摸 风筝线或者钥匙中的 任意一样 他也会被当场电死 一百多次 那么弗兰克林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实际上 从弗兰克林写给皇家学会的信来看 从头到尾 就没有提到 他在闪电划过的时候 作过死 当弗兰克林用手去碰到 风筝线时 之所以会觉得麻布 是因为雷雨之前 云层中充满了电荷 也传导到了风筝线上 他只是看到了 感受到了静电的作用 因为当时也没有照相机 或者录像机 无人证明弗兰克林 是否做了这个实验 因此呢 也有人认为 弗兰克林是凭空胡说八道 不过根据闪电的原理 弗兰克林 发明了避雷针 这一点却是公认 无论如何 弗兰克林 从此赢得了众人的喝彩 人们认为 他是新普罗密休斯 从上帝手中 偷来了雷电 他也以 指念了两年小学的水平 从哈佛和耶鲁那里 获得了荣誉 并且当选为 皇家学会会员 同时呢 他被认为是一位 出色的科学家 从而 载入试策 转向政坛 奔走于美国独立运动 抛出影响历史走向的 政治理念 在科学界取得成功之后 弗兰克林这回 把注意力转向了 政治领域 这一次 他的步子迈得稍微有点大 可能会有点扯到蛋 不是 不知道他老年 回首前程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生感悟 要想在政界混出名堂 比完转闪电 还要艰险 1753年 日后大名鼎鼎的乔治华盛顿 率军在俄亥俄 刘裕和法国人交战 结果 华盛顿兵败被俘 形势危急 英国殖民党局 要求各殖民地的代表 到纽约附近的 阿尔巴尼开会 弗兰克林这个时候 已经算是个名人了 自然而然的 他代表 宾夕法尼亚 出席了这次会议 弗兰克林去 阿尔巴尼之前 心里满是憧憬 他计划在大会上 提交一个报告 建议各个殖民地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全国代表大会 在弗兰克林的规划当中 出席大会的代表 应该是由各个殖民地的 选举产生 另外还要由英国国王 任命一位大会领袖 或者叫大首领 来统领整个会议 这项规划 展示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 也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 根据这个理念 联邦政府 有权处理全国的防务工作 各个殖民地 也有权保留其行政权和司法权 现在的美国各州 也是这样做的 听到这儿 您发现没有 历史上有很多 起义军革命军实力不弱 但像弗兰克林这样的角色 是啥呀 构建革命蓝图 提出刚领性指导思想的人 这才是最厉害的 不出意外 弗兰克林的计划 遭到了英国人的抵制 理由是侵犯了 殖民地大会的权利 弗兰克林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你殖民地就是殖民地 你英国的官老爷们 绝不允许殖民地 拥有过多的民主 从此呢 弗兰克林对殖民地 政府的那些家伙 就产生了怀疑 他们平日里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为了 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他动身前往英国 为了宾夕法尼尔而奔走 这一去 就是五年了 1762年 弗兰克林才回到费城 一别五年 形势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他发现 北美殖民地 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已经恶化到不行的地步 不只是上层人士 有所不满 普通民众也很不高兴 报名四起啊 就让人家要杀入费城 血洗所有的印第安人 哪怕是帮助 藏匿印第安人的白人 他们也要一视同仁地干掉 弗兰克林对于 殖民政府的废材程度呢 深有了解 在他看来呢 这帮官老爷们 肯定无力应对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他再次前往伦敦 这一次 他在伦敦待了十年 1765年 当弗兰克林启程远航时 英国方面提出了印花税法案 这是一个恶意的税种 只为了给驻扎在北美的英军 支付薪水 这项法案规定 殖民地的报纸 年历 证书 广告 租约 法律文件 已至结婚证书等一切印刷品 都要缴税 唯者将会被送上法庭 但是人们啊 激烈的反抗 报纸不交税 照样出版 商人们不交税 照样签合同 可以这么说啊 印花税法案呢 无可挽回的改变了 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观 也改变了 弗兰克林的政治观 成为压在许多 殖民地领袖身上的 最后一根稻草 包括托马斯 杰斐逊在内的一群人认为 应该把英国人 彻底的赶出殖民地俩 很快的殖民地代表们 开始聚会了 他们讨论的内容 已经不是什么 争取殖民地代表权了 而是如何团结一致 对抗英国人 有意思的是啊 起初弗兰克林呢 是支持印花税法案的 而且他的儿子 那个时候正在担任 新泽西州的州长 那么这么一刻来呢 在很多人眼里 你弗兰克林 就是个革命的叛徒啊 是英国老子走狗啊 走到哪儿都有人围追寒打 严重到啥程度啊 他老婆出门 都不得不手握步枪 驱逐那些闹哄哄的围攻者 但是弗兰克林很快就发现 殖民地民众的态度 已经是大势所趋的 他一改立场啊 这个就站在了民众这一边 甚至呢 比民众还激烈 还坚定 坚决抵制 英国人的印花税 最终呢 在他的努力奔走之下 英国人取消了这项法案 其实您发现没有啊 直到这时候呢 弗兰克林还对英国政府抱有一丝幻想 想努力协调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民众之间的关系 弗兰克林坚持认为 殖民地应该有一些独立自主的权利 但这在英国政府看来 简直是打逆不斗嘛 很快他就意识到 英国人根本不理会殖民地民众的利益 而且加紧压迫殖民地 他们剥削了殖民地的司法权 派遣了更多的军队到北美 而且封锁了波士顿 这样一来 英国人和北美殖民地 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 等到1775年 弗兰克林回到费城时 他已经被当作一名爱国者 而受到热烈的欢迎 1775年 原来的殖民地会议 已经转变成了大陆会议 大陆会议的主制 就是各殖民地谋求独立 弗兰克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弗兰克林的设想 是建立单一的意愿制 意愿名额 根据各殖民地的人口 按比例来分配 同许多的殖民地领袖一样 弗兰克林仍然抱有 最后的一点希望 他们把这场危机 看作是殖民地 与英国政府 各个大臣之间的对抗 而不是同英国 甚至是英国国王的斗争 因此他建议到 要是英国同意殖民地的要求 并且给予经济补偿的话 这个联盟就可以解散了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 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且刚刚在七年战争中 打败了法国人 而殖民地呢 连个军队都没有 仅有的是一些民兵 也缺乏训练 根本不是英国军队的对手吧 但问题是 英国人也是这么想的 当人们还抱有一丝侥幸的时候 一本小册子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 导致殖民地人民 为争取独立而战斗 这本小册子就是托马斯潘恩 撰写的常识 不过当时很多人认为啊 弗兰克林才是这本书的作者 潘恩雄辩的指出 北美殖民地应该完全独立 不再受美国控制 他还认为 把殖民地人民归作英国臣民是不对的 殖民地人民不应该效忠一个 同意屠杀他们的国王 常识这个小册子啊 当时一共售出了12万多本啊 这个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啊 在那个时候这本书呢 也就引起了轰动 有力的革新了殖民地人民的观念 让人们团结起来对抗英国当局 1776年7月4号 大陆会议投票赞成独立 托马斯杰菲逊担任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而弗兰克林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修改 其中最有名的改动是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神圣且无可辩驳的 改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修改反映出弗兰克林的人文主义思想 弗兰克林相信人权不是上帝赐予部分选民的 相反 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 从此美国宣告独立 然而弗兰克林的儿子维廉拥护英国国王 他不得不同自己的儿子从此决裂 当然了 并不是说你发个独立宣言就允许你独立了 很快呢 英国政府就派兵来镇压了呀 美国这边呢 这军队火急火燎拉起来的 压根就没啥训练是吧 根本也就不是什么英军的对手 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要想打赢这场仗 这么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 有人就去说 咱们必须找个帮手来摆平英国人 造谁呢 法国 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法国和英国呢 有着几百年的深仇大恨 而且刚刚在七年战争中 赔上了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 法国人日日夜夜都渴望复仇啊 但是美国的独立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 又有谁能说服 法国支持美国的独立呢 答案仍然是弗兰克林呢 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弗兰克林呢 就孤身一人的去了法国 就像春秋战国那些使者一样啊 打算搞定一两个强国来帮忙 到了巴黎之后呢 弗兰克林到处鼓吹啊 只要法国支持美国 就可以把骄傲的大不列颠帝国 一顿暴揍 打得他们是劈滚尿流啊 那这样法国多年的仇也爆了 再一个 一旦美国和法国联手 英国肯定会自顾不暇 一转丢了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洋群岛的领地 不仅如此 弗兰克林还表示 如果美国战胜了英国 那么法国就能保留 它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 而且还能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一二呢 等等等等啊 弗兰克林说的是天花乱坠 生生的把法国人说的是口水之流 没多久呢被复仇执念煎熬的法国人 凯然答应出兵美国 1778年3月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正式下令缔结盟约 陆海军三军发起集结令 准备和英国人大干一场 消息一公布 法国皇宫大门外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干啥呀 原来呢 这个巴黎的群众一百二十个好奇啊 这弗兰克林到底长啥样啊 这美国人怎么那么能耐啊 动动嘴皮子就搬动咱们法兰西威武雄壮的军士 奔赴北美给你们打仗啊 据说呀 当弗兰克林的马车经过时啊 巴黎的群众高声欢呼啊 弗兰克林万岁 光拉来了法国军队还没完 这个战争一打响呢 都是按分秒烧钱的 中国古话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啊 亨跌的是 当时的美国不仅没兵 更是没钱呢 但是他们有弗兰克林呢 是的 是他为美国争取到了 法国充足的经济支持 也就是说 弗兰克林在法国巴黎 以一人之力倾国倾城 迷倒了法国上上下下 男男女女唠唠唠唠 拉来了法国军队 还拉来了大笔的经济资助 如果没有法国大力的经济和军事支援 美国是不可能赢得独立战争的 要说呢 其实这场仗啊 美国人呢 就没赢几场 可是打着打着呢 人家始终就不放弃 这么一来呢 大不列尖大帝国 在欧洲的那些死对头 什么荷兰啊 西班牙啊 一看 这个美国人不错嘛 咱们要不要也去掺一脚啊 使个黑脚 打个一拳 多好的机会 咱们也收拾收拾英国人嘛 是不是 结果啊 英国海军就被莫名其妙的遭到了海上的袭击 这场美国人民的独立战争 打着打着就变成了一场几个大国 唯欧英国的好戏 1781年 华盛顿和罗尚伯率领的美法联军 将英军围困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顿 英军统帅康沃利斯殉决呢 最后只能缴械投降 八千多名英军被俘虏 英国政府意识到 经不起这么大的损失 他们也再也不想打下去了 这场战争呢 也就标志着独立战争的胜利 也成为了英美和平谈判的开端 而弗兰克林 又成为了美国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 1783年 英美双方终于签署了和平条约 美国也从此获得了独立 1785年 弗兰克林回到了美国 那时候 他对于美国独立的贡献 也就仅次于华盛顿了 仗打完了 英雄的工作还没完呢 打完了仗 接下来就是要建立一个理想中的政府了 也到了改变政治运作机制的时候了 1787年呢 制限会议召开 弗兰克林在这次大会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美国各州在国会中应该有怎样的代表份额呢 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比例来分配代表名额 一些人口较少的州会觉得不公平啊 但如果都采取一二的名额 那些人比较多的州 则担忧他们应有的财富会被平均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弗兰克林呢就建议啊 我们分别处理吧 国会呢 由下议院和上议院组成 下议院的代表按各州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 而上议院的代表呢 则每周拥有同样的数目 下议院也就是后来的众议院 负责掌管税收和公务支出 上议院呢 也就是后来的参议院 则负责监督行政官 处理任何与主权相关的问题 最后大会接受了 弗兰克林的提议 从而这个划分方式呢 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也为世界人民所熟知啊 各位听听啊 在这里 弗兰克林作为革命理论建设者的资质 再一次亮瞎了人的眼睛 弗兰克林一生签署了 三篇美国建国时最重要的文献 这包括独立宣言 巴黎条约 以及美国宪法 当然呢 弗兰克林的贡献不止于此啊 他一生中最后一项 使命是试图解放奴隶 1760年的时候 大约10%的费城居民呢 都是奴隶 不过说实话啊 弗兰克林呢 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奴隶制的 但是到了1787年呢 他就成了一名坚定的费奴主义者 并且担任了宾夕法尼亚 促进奴隶解放协会的会长 1790年 弗兰克林向国会提交了请愿书 他说 美国人民无论什么肤色 都应该享有同样的自由 然而 他的请愿遭到奴隶制拥护派的责难 他们声称 奴隶制有来自圣经的支持 在他的有生之年 奴隶制没有被废除 但是实在是进步的 几十年后 奴隶制终于走到了他的末日 美国人也获得了真正的平等 1790年4月17日 84岁的弗兰克林 语世长辞 而他必将已永在美国史册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人 两万多人参加了弗兰克林的葬礼 而1928年以后 为了纪念他 每张百元美钞上 都印有弗兰克林的肖像 再加上美元 身为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重要性 他的长相就这样传遍了世界 回顾完弗兰克林的一生 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呢 正义 努力 坚持不懈 富有创造力 是他一生的信条 最后呢 我们也要提醒您啊 千万不要去尝试 做弗兰克林的风筝实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